之前我們跟觀眾朋友 報導過說 35是新的飛機 16是老飛機 可是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中國落差35輸給16 不過這一次 美國軍方跟武器商 出來辯解就說 你們都錯了 當時是沒有把F-35 最先進的遺跡給呈現出來 所以才會輸掉 那接下來就要請 校委哥來告訴大家 到底他有多麼先進的新技術 上個禮拜我們講過 那一架F-35跟F-16戰機 經過空中纏鬥以後 那架F-35被打掉了 而且美國國防部也承認 這是真的 的確發生這麼一回事 上個禮拜我們也跟大家講了 那時候他進行模擬空戰 那一架F-35戰機 是他空軍型的2號原型機 所以他這個空軍型的2號原型機 他上面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還沒裝上去 是原型機 沒有完整 對 第一 我們上次有講到 他包括一個很重要 就是他的逆鬆的塗料層 還沒有塗布 第二 其實就是他 還沒有配備頭盔瞄準具 第三 就是他的航電的設備 還沒有完全到到位 各位觀眾朋友知道 你現在看到這個頭盔 這個就是F-35戰機的頭盔 這上次一個美國電視新聞網介紹 你看 它頭轉到哪裡 就可以看到哪裡 甚至於它多麼厲害 你知道嗎 你坐舱裡面 你的坐舱底下 不都是金屬的那個部分嗎 但是你頭往下一看 它可以呈現出你眼睛被金屬遮到的 對 你看 就像現在它其實是往下 意思就是它可以透視的意思 它有透視的這個功能 然後那個文鴦你知道嗎 這頂頭盔 就你現在看到的 這頂頭盔 小小一頂 多少錢你知道嗎 之前就它有360度轉 然後很貴很貴 貴要什麼程度 40萬 美金 40萬美金 那不就1000多萬台幣 對 這頂頭盔 1200萬台幣 跟APAQ比實在是差太多了 APAQ就完全是到後面 APAQ上百萬而已 對 也就是說今天你F35 它是在空戰中 所以能夠克敵制勝 它除了F35戰機 它很特別 它整個就是我們傳統的 這種所謂的顯示幕的部分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數位的一個顯示幕 而且它就像一個蘋果一樣 你可以用分割畫面 你先去手上一點 它就 那個功能就叫出來 然後你還去 那在手上你可以讓它放大縮小 然後把它縮小以後 再去選取其他 就像你在玩iPad或是iPhone一樣 那個座舱顯示系統是這個樣子 然後F16戰機 當然我們不要講 它是一個傳統式的戰機 就算你現在有兩個 有三個多功能顯示器 還是沒有辦法跟F35這個 它最先進的 對 它是目前最先進 而且它航電設備也最先進 F35是F2的降接板 它本身是重視逆中 跟它上面一個電子設備的功能 它要讓這個東西 能夠提供飛行員一個更好的 所謂我們叫做 戰場狀態的這種感覺 也就是我今天坐在一個座舱裡面 我對這整個戰場 有哪邊有多少鼓敵機過來 然後我們又有幾架飛機 我們有多少彈藥 我們要如何採用 什麼樣的戰術跟人家打 這是一個所謂的戰場的 一個意識的一個狀態了解 今天F35你剛剛看到 這頂40萬美金的頭盔 要提供給他 就是讓他增進這樣一個能力 當然你說上次F16跟F35打 我們剛剛講 又沒有頭盔 又沒有逆中 然後F35戰機的 主義的翅膀 主義面積小 推重比也沒有像F16那麼大 兩架飛機碰在一起 鹿死誰手 我根本不用就很清楚 如果說以電子儀器先進來講 萬一F35電子秀斗 那麼什麼都沒有了 F35其實日後 我們剛剛講到那次的空戰的模擬 是確實的 美國國防部承認 但是美國國防部也說 後面所有就是正常配備的F35 正常配備 也就是有這頂40萬美金的頭盔 然後有這個塗布 逆中塗料的F35戰機 另外也有F35戰機上面 完整的航電系統 之後的這個F35跟F16 在空中作戰對不對 F16沒有意外 全部都是被痛電 被痛載